歌手陈铭 我对他的印象一直都是 唱着情歌的大解范 而且在上个世纪 90年代初的时候 就有男友陈铭 北友纳英的说法 而且包括我在内的 很多人本来不知道 陈铭在出道以前 曾经在深圳的舞厅里边 做过助唱歌手 那会儿他不仅要唱 还能跳 而且居然都是静歌热舞范 是 这是大家想不到的一件事 但是最近陈铭就放话说了 他要在自己的演唱会上 把当年那套绝活 再亮出来 有没有特别拿手的一些动作 或者说是当时特别拿手的曲目 当时我跳了很多啊 比如说像梅艳芳的歌啊 林依莲的歌啊 包括Michael 不是 珍妮杰森的 还有叶倩文的很多那种 就是我们那时候叫 静歌 静曲吧 对不对 都会跳 但是也有20年没跳过了 想说练习一下 就是可能现在年轻人 更喜欢的 比如说像什么 GPUB之类的这种 这种嘛 这种嘛 这种我想不是我的风格吧 陈铭即将在北京举办自己出道20年的首场个人演唱会 这次他就打算在演唱会上一展舞技 重现90年代初期的静歌 静舞的感觉 而且还要拉上他的一位老友 戴军吧 原来我们在深圳的时候是跳静歌静舞的 那我跳的比他好 原来90年代初期 陈铭和戴军都曾在深圳的歌舞厅做助唱歌手 而且都能唱会跳 戴军就曾爆料 当时陈铭在一次表演中跳舞的动作太大 甚至让演出服上的珠子掉了一地的糗事 不过时隔20年 再来重现90年代初期的静歌静舞 陈铭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身材